青蛙城哪 这不是 王天俊 你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他就逼着 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那样 你干嘛呀 从初中到高中 跟狗皮高尔一样 甩都甩不掉 能不能留远一点 我不应该早恋 对不起 小半 你闭嘴 谁跟你早恋了 那早恋是两个人的事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你这种无数八道事 反正你之前早恋的事情 搞了一个大乌龙 都怪我应该起性格 放心吧 你不是我喜欢的脸 爱是沉与川 我喝了这些忘情学 忘了他 什么鬼啊他 信不信我搞定他给你看看 这个给你 这里面有我的笔记 以后有什么不会的 随时问我 你会认真看的吧 搞定他不需要讨论 那需要什么 聪明的人 从初中到高中 我一直只喜欢陈一川一个人 我对他那么专一那么好 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 师姐 我不用管他 我跟他没什么可疑 咱们走吧 诶 陈一川 你这么走吧 小心 你都碎了 你别见了 你总是冒冒失识 你别跟我说话 你看见顾小曼了吗 顾小曼不是找女圈的吗 糟了糟了糟了 顾小曼他肯定被冠军跑了 找了全场都没找到他们两个人 这个坏男人 他不会对顾小曼做什么了吧 我看得出 川也想追求你 看来你必须在我们两个人中 选一个了 谁说要追求他了 你别乱说话了 你到底喜不喜欢乔大 喜欢的话 咱俩就公平竞争 我们可能喜欢顾小曼 我们是高中同学 如果我喜欢他 我们早就在一起 算你啊 跟他说什么呀 我没听见了 我问你 要不要找我女朋友 好啊 我讨议了 快想吧 你倒在是不是进水啊 我本来就笨吧 反正你我只是高中同学 陈一川 谢谢你关心我 但是至于谈恋爱呢 是我自己的事情 早点休息 走 不该如何去找书 于我们的快乐